这他没见过 就每一枪呢用四句 就七言绝句 你看头一枪 这叫定南针 定南针 定南针是好枪法 比枪不动我枪发 来是勇猛实力大 话隐拿发不让他 嘿 合着押韵 这样容易记 很多人都盼望了 能有一天能看到这个太极枪 大家有的只是听说 可是从来没有看见过 先为人知 你像第二枪呢 叫青龙出水 原来静名字就叫青龙出水 我现在把它翻解一下 青龙出水取头围 就是人的头围穴 就是并解 上枪 上枪 左溜上枪太阳穴 头围太阳 右锁丝竹子疗 丝竹呢叫眉梢 叫丝竹空 嗯 梅梢 竹子疗呢 是小眼角 叫竹子疗 都学到 哎呦 这个枪呢 大家都特别的想能看到 有一天能见到您这个太极枪 哎呦 您在您这个有声之年 能给后人把这枪留下 说才我们都感到呢 是一种荣幸 是 那刚才您讲的那个 我刚才讲的青龙出水 这水代表什么呢 就是人的眼睛 哦 叫秋水一飘 嗯 得有这个精神 嗯 所以这个眼睛呢 就是光 尤其这个武术 讲究对敌 哦 对抗的时候 你先把他这光 给弄迷糊 哦 让他看不清 你待会就可以取胜 哦 刚才您说的青龙出水 下一个呢 下一个叫巧女认真 这巧女认真呢 主穿袖 就是对方持枪 哦 他这个前把 如同脱泰山 哦 后把呢 如同撞虎尾 哦 很有气势 很有气势 嗯 说脱泰山是稳如泰山 哎 那虎尾呢 就是拽着老虎尾巴 老虎那琴身很沉 嗯 就拿它夺重 摆上来 接着不算回事 就一抖 就出来了 哦 这个意思 哎呦 真心想 哎 穿 巧女认真 主穿袖 就前把 他持枪的那个把 把他 给 就让人的气线 就是持气线 这个手 嗯 把它 让他掉了 就持 不能持气线 失去作用 嗯 用这个 纸面一枪 几条腕 纸面 纸面一枪 几条腕 这个面是什么 是脚面 嗯 就对方的枪一迈 他脚得先到 他一到呢 拿枪尖的点他脚面 他脚面一躲 他身子就向前了 啊 然后这脚往上挑 挑他腕子 一挑腕子呢 他一躲腕子 你身子就往前了 往前的时候就是 这是原来神枪李老师 李书文 啊李书文 大无数家 对 那是八级拳 嗯 嗯 李老师 跟那叫铁枪林 嗯 笔手的时候 铁枪林不是铁杆枪 嗯 就是他迎铁了 一出手 嗯 谁都迎不过的 对 就他得战胜 长胜将军 对 长胜将军 那叫铁了 迎铁了 嗯 那么叫铁枪林 哎 王先生啊 嗯 你看今天是真是 这么一个好的机会 嗯 我觉得呢 就不愿意再错过他 嗯 啊 您看是不是能够把这个太极枪呢 它的特点 嗯 和以其他枪不同的 嗯 今天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 好 嗯 嗯 嗯 我现在要 把这个太极枪 武当太极枪 要公布 于是 嗯 原因呢 我学枪的时候 我说十二岁 嗯 今年我都快八十了 七十多 八十 嗯 我说不带走 我说把以前的 前人留的东西呢 我都给留给后人 哎呀 这是我的意愿 这太伟大了 嗯 嗯 就简单的 我把这个 武当太极枪 嗯 这整趟太极枪呢 一共是三百八十四式 哎呦 三百八十四式 它这个来源 啊 就是根据太极 太极拳的道理 嗯 太极拳道理 大家都知道 是太极十三式 那十三式不是十三个姿势 不是十三个姿势 是什么 以八门五步 嗯 所谓八门呢 就是四正四语 五步呢 就是前进后退 左顾右盼 中定 嗯 啊 就是步法 离不开的五种 嗯 啊 守法呢 离不开 四正四语 就是方向问题 嗯 你看 我还听说这个 嗯 说这个 三个月的棍 嗯 一年的刀 十年的枪 不怎么着 嗯 就说明这枪 是不是很难练 对 因为这个枪呢 划枪 嗯 所以现在你看 这枪 这是划枪 嗯 这短的 这短的尺寸呢 是你的人的长度 多少 就这手举起来 嗯 啊 中指尖 跟那枪架一起 哦 这是长度 哦 哦 啊 可续是枪的长度 多少 啊 大枪 是一百零八 就是 呃 一丈零八寸 啊 一丈零八寸 嗯 原来这个过去 什么一百丹八将 嗯 把那一百呢 当 缩成到 一丈 嗯 嗯 嗯 就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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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少分啊 什么的 那种 啊 零八寸 一丈零八寸 就很长了 嗯 原来那会儿没有枪头呢 叫斗大杆子 嗯 啊 就练那些个杆子 嗯 这个 这个滑枪呢 不是滑枪 嗯 是狡猾的滑 嗯 就贼门流 是狡猾的滑架 是狡猾的滑架